宋小宝在喜剧舞台上,一路走来,创作了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喜剧作品,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追捧,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,在聊是春晚的舞台上。 宋小宝总是带来更加原汁原味的东北喜剧皇上就宠我一人近年来,聊是春晚汇聚了众多优秀的喜剧艺术家,充分发挥了在语言类节目上的优势,打造出浓郁的东北特色。 同时,聊是春晚在节目内容和主题上,也不断推陈出新,去年更是凭借11个语言类节目,在创历年纪录备受观众的追捧,也创下未是春晚收视第一的佳季其中亚洲出场的宋小宝,总会让观众眼前一亮。 从2016年吃下三碗面,到2017年,磕掉六瓶酒她的霸王餐一路升级,今年她又会怎样吃? 泡毛豆磕2016年聊是春晚,她带来经典小品吃夜,一场用炒面换汤面的闹剧,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海参炒能海参的,我就是海参,面是我炒的,也成为人尽皆知的爆款段子。 蜡根哥哥宋小宝更是当场连吃三碗蜡根拌面,酸爽表情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蜡根的尽头,更燃爆了全场的欢乐氛围啊,有毒在去年,她更将霸王餐进行到底,不光是淘丹还玩起了,制豆吃完烧烤喝完酒,不但不用付钱,还要烧烤店倒贴前好海参是正经海参部。 而宋小宝顶着高烧现场,喝下六瓶啤酒的敬业精神,也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。 她致敬农民工兄弟的举动,更是赢得了全场喝彩大资花,从三碗蜡根拌面到六瓶啤酒。 2018年辽市春晚宋小宝能否吃上霸王餐连吃两次亏的店老板,是否会反击? 听说今年辽宁春晚宋小宝会和他一起合作搞笑段子,不听你们期待吗? 好了,欢迎网友留言,今年宋小宝会是设什么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